109年花林市市长辈七弹锦标赛 在詹姆市七弹场火热的开打 现场是吸引了大批爱好七弹运动的朋友报名参加 而这一次的赛事分为公开组和国小组 每一位选手都置身在枪林弹羽之中 发挥了团队合作的精神 取得最后的胜利 也充分体验到七弹运动所带来的热趣 哨音一响 选手迅速就战斗位置准备攻击 第二届花莲市市长辈七弹锦标赛 4号下午在捷安乡詹姆市七弹场火热开打 这场赛事分为国小组及公开组 吸引到将近300人46支队伍报名参加 花莲市长魏佳贤也来到现场 除了替选手们加油打气外 也亲自体验七弹所带来的热趣 七弹委员会的庄主任委员 大力在推动七弹这个活动 那今天也让非常多的孩子 能够体验到七弹的热趣 那过去我们一直希望 能够有各种不同的运动 在花莲的境内 能够有一些孩子都有兴趣 而且也能够变成未来的选手 所以我们不断地在办理相关的市长辈的活动 未来也可以对这些孩子 不论是升学 还是未来在做各项的一个评鉴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我们这次持续在办理所有的市长辈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有更多的孩子 能够喜欢上各式各样的运动 那七弹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 那我们希望说家长一同陪同 然后一同体验 一同参与 让更多的孩子培养不同的信箱 选手们拍摆战依序领取装备 走进七弹场听取交官解说 这哨音响后强声士气 场面火热又紧张 市长蔚嘉仙表示 今年再度与七弹委员会合作办理比赛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模拟战场实境 培养出选手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也养成正确的运动观念 记者薛丽勤 简安箱报导